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便来提修类似最有效推广 公园床有问题的方法 对赛双方为 秉芳德兰中国 博反方崇登书远 现在介绍双方便员 秉芳主编网站同学 第一部便来辞与同学 第一部便来辞与同学 与设计便博云坟童同学 方崇登书远 国雅童同学 第三部便 努卓亦同学 第二副辯 邱清涵同學 以及潔電 陳之鵬同學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三位評估 我們今場的賽事評審 他們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 原权電量隊長 陳之鵬小姐 英王思源科技務隊教練楊梓鵬先生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變論隊前隊員 袁明希先生 本場比賽方主編 公佈一至健康自由評論及其辯論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公佈周圍回方2分鐘 自由評論周圍回方3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一針提示 兩鐘會有兩針提示 超時15秒會連釘幾下 詳細賽方已經發布給各個參賽學校 請問西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現在請請請幫主編發言 第2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會請先進介紹試 主持評審 祝祝各位 大家好 請問西方文大學會的討論文審議出 開門村下校公園的指令龍陶衛 再不活引起離人難以接受的滋擾的前提下 讓不同人士各式的職地 掩飾公眾的用途 但可惜的是 近年南北開門村下校公園成為了唱歌團集中隊 當中不乎大地控音器的會議團體 令其他公園使用者或者不僅居民 未受重音之擾 一個香港人一團者實地考察出出 屯門公園的唱歌團 每當都最少有兩個抗音喇叭 接著實測已經詳細音量高達89分倍 已被核珠科全組醫生指出 89分倍已經足以對聽力產生輕微影響 立法會議員劉國芬曾經向文靜事務所委員會表示 節目區內不少市民投訴 居住附近公園的聲量太大 投訴個案眾多 但在過去三年總共有兩宗成功檢討案例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 同樣支出 屯門署曾經採取操音管制措施 應對過多操音的問題 但唯有關的情況 依然在部分權利盛行 可見言行法例顯然存在漏洞 今天的行為編題的標準在於 條例能否成功達至延程的效果 規築公園的操音問題 以行為包圍 則在於行為公園公園的操音 連繫其他本身的問題 今天的行為正立編題 原因有意 第一 提高舉正式公園 以行法律規定下 指出任何人不得看待其他使用 有各場地者 造成繁衣化 操作 彈奏樂器 或者唱歌等 但同色的是 最受錯的問題 困操的公園管理員 和鄰近居民 都不被視為場地使用者 即是 公園署不可依據 原封的觀察 又或者是居民的投訴 去採取執法行動 路過公園的場地使用者 聽到大媽唱歌 可以慢慢走開 但被迫 和大媽玩睡袖浪的 鄰近居民和管理員 就無法控告 但有些特指 居民以困主任條 作出簡單的答法修訂 將使用由場地的人 改為一般人 令到鄰近居民 甚至在康民住的公園管理員 都可以成為後方證人 當管理員 又或者是鄰近居民 發現重疑問題 就可以立即舉報 通室投訴人 和舉證人的範圍 任何人受到的資料 都可以立即舉報 令同類內容 可以被勤前執行 前保留論 以後規判重疑問題 第二 增加組合力 在鄰近居民法例之下 若果干犯 游入場地規例 最高可以被付款2000元 和監禁14天 歸由時代發展 參加現時 越出成熟的打上帝路 今後莫風暢耳修訂 加入遞進制罰款 一個月內 首次干犯罰款1000元 重犯2000元 再犯2000元 日日四次干犯起 罰款1500元 到今100元為上限 亦已增加以獲無巨小額罰款 製造粗一體的經營成本 這部經濟考家 雅當事物自出 人類的行為 動員 根源 經濟有因 一致他用金錢操控和控制 但他適合管制 是有效向違規的決定者 增加和私家和制壓力 愈在明華州地 浸罰得多重 增加條例的阻壓力 都由後不阻止決定者 重犯條例 最後我想問有可能 請問有可能 可否在現行規例之下 前線的執法人員行動 是需要法律的基礎 如果不是 凡請有可能解釋 如果是 凡請有可能解釋 為何在現行規例之下 前線的執法人員 他們沒有能力 基於German的投訴 又或者在場人士的投訴 重演出現場的時候 是甚麼都叫做 有法律有合理的法律基礎 我是各位 正方準備發言時間 在3分42月6時 前途須求訓 現在有請 凡方準備的方式發言 準備好程先 和計時的事件 主席評判 以及在座袋 大家好 其實在今年的4月份 可能已經提出了修禮方案 因此 有方需要以 可能處理的 建議修禮方案 作為今場比賽的討論基礎 嚴禁一支創方案 以防天板洪空 但在現時 康民署有何場地規例 當遇到操音之擾 只需要接納場地的使用者 即是公園內的遊人 作出報案籌訴 及成為恐慌證人 以康民署為改善公園操音問題 便建議放昏成為報案人 及恐慌證人的資格 容許場地的職員 及附近的居民皆 可以成為報案人及證人 而今有可能要政策編體 便需要解釋到 上述修禮的建議 令有效解決現有條例的不足 證明能夠環社區安靜環境 否則變題並不被成立 而我發現 維修禮的意義 無助解決現時公園重音問題 是基於三大質疑 第一 對於基礎民而言 檢控準則或是難以立案 沒錯 生理之後 不再需要公園內的使用者 現身指證 方便附近的居民 指援安作家中 都可以報案投訴 但問題是 就算方便了報案資格 都沒有了簡法資 檢控程序 現時 警方收到有人投訴 噪音之後 會先到現場視察 如果發現情況屬實 會先作警告 當然有關人士 屢願不停的話 警方會在同一個投訴人 第三次投訴後 只會考慮作出檢控行動 而這個檢控準則是根據內部指引 是與任何法例無關 西田區議員 英文竟指出 基於這個準則 因此錯失檢控機會 作成投訴數字和檢控數字不成正比 令錯因問題持續 既然現時的問題 並非在於居民有無資格報案投訴 而是檢控準則過高 請問有方同學 修例如何對證這個問題呢? 第二,對於場地職員而言 通報隨時出現檢控情況 修例除了接立附近居民報案投訴案 亦都呼應場地職員報案 但首先 並非每個康民處 合下的場地 都有職員價值小時當值 就算有職員當值的事實情況下 現時所有康民處場地的管理工作 都已外判 外判職員如果發現草陰問題 要先知會上司 再上司聯絡康民處場地經理 場地經理接獲外判公司通報後 走在康民排職員 由辦公室前往現場跌坐 亦是康民處職員 如果發現惡犯職員所指的 錯誤問題屬實 就報警求助 整個過程不極度擁場 會坎白反覆的檢控程序 意味著錯誤問題並沒有改善過 康民處聯報案 顯示處方職員缺乏人手 乃迅速到達現場跌坐 沒有再適時規管問題 第三,對於錯誤者而言 適時走位繼續滋擾 每人做到例如 何沙海都只是適用於康民處客客的遊樂場地 而沙田區議員黎智英表示到 錯誤者如果遇到 執法人員到場後 一是會暫時放低聲量 待到執法人員離開後就會繼續滋擾 一是就會主義陣地 只康民處管理化民之外 例如沙田公園的錯誤人士 可以轉移到成為何故規知 被康民影響相關條例的監管 因此 修例最多只是把問題搬到公園附近的地方 他寫法來說是根本沒有清正過 最後想問有康同學 修例如何對我康看出的三個質疑呢? 多謝各位 若公園一方如順發言 評判可指行決定是否靠分 只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填寫公園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程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 B發言程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言的分數 才是發言的分數 好 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 面臨公園 自由選擇反方一位 原理才是回答分數 正方公園開始正向計算 正方公園分數 正方公園分數 正方公園分數最受操的 面臨公園分數 是 好 明明在現時的規例下 原來民族是無權 去組出檢控作為舉證人 好 我聽不懂 正方公園分數 居民的無權作為舉證人 是 好 有可能想問 在三人之間 有權成為舉證人 可以控告成功結論 為何成功會控 有可能要解釋清楚 我方所說的 現在是 是有政治製作回答 我方 當他成為舉證人 是否可以控告 是 好 原來我們今天 令到居民可以控告 就是所謂的人大進步 再問有可能 原來甚至 那方公園分數 是否在現場的情況下 都可以成為舉證人 是否減掉了 你所說的 衰事處理 不是 有可能要解釋清楚 即使現在的舉證人 是可以投訴 但有可能 為何方公園分數 直接去作出控告 直接去拍片 索性的時候 都叫做無法 縮點他的時間 有可能要解釋清楚 即使現在 通常在控告也好 都是要投訴過三次之後 才會控告 是 投訴過三次之後 現在是檢控不到 是否正確有效規管 是的 即使有可能 我都明白了 原來女犯的屍馬 在三次補後 直接規管 就已經可以有效規管 即是有效規管 即是有效規定了 在現行規定修例之後 原來在屍馬 和康民的職業 可以達到有效規管 好 好 請問有可能 是請問有可能 你所說的 還是不如說一會 所謂的規管 有方公園 我可以跟你說 現在有三個問題 有可能規管公園和公園 和公園的安靜 現在算距離規管 不是一樣 不是 是 有方同學 如果規管公園 未去操縱 為何異議 還寫過安靜才能夠正確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現在一陣跟我們說 要去環寫過安靜 但現在基於是三大原因 我剛才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有方三大原因 我聽過 我問你 原來你剛剛和我承認了 原來我當時 市民和公園人員 是 正方公園文 結束 由於剛才 反方轉變 小心說了 Sorry 根據蔡暉 評判已經發現 可以自行決定 任重程度 對該委便願 扣一次 五分不等 現在請反方 快將位 請請請請 多分legen 你是否認同第一件事 是有人會投訴公署的問題 是 多謝 整個事情的確是會有人投訴居住 問題是為何這麼多年 三年之內 有三百多張投訴案 為何只有兩宗成功的地方 所以問題是否在公公門櫻南過高呢 是因為櫻南過高 所以我們需要 可能你眼中所謂櫻南過高 即是因為甚麼 是因為我們需要更居民 我剛才告訴你事實是甚麼 因為原來屯門區的譚進言議員和我們說 就是因為要投訴三次 是否你嫌罵 所以投訴一次之後 他犯人警察是不理的 所以是投訴警告的時候 第二次是聲算他就算了 所以他最陷害的 他又減化程序有甚麼問題 那三百多次投訴 他都要重複的人 是 要重複的人 但最後為何只有兩宗 整個案子很餓 有可能會發生 有可能他很明白 每次檢控程序的原因 就是投訴太高次事物嫌罵 並不是公園證明 如果我相信你 我相信附近居民都可以作為證明 我想問一下 既然留下公共的使用者也會嫌罵 為什麼附近居民又不會嫌罵 因為他們已經送太高次 公園的使用者 不通會秀的資源 不會秀的資源 那你可能會走過那些行為 附近居民都 如果按照驗談法例之下 如果附近居民都會覺得公園 重複有問題 其實他去公園的時候 可以留下公共投訴 一到公共投訴 他就已經是長公園的使用者 但是他不需要留下公共的使用者 是的 其實他需要公園 我問你公園 你的不同意思 要先解決不同程序 有甚麼麻煩的方式 他需要打電話 我想問你 有何你認同要嫌罵成序 是嗎 是的 我問你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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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一部 說實了 Sorry 平均一邊發電 可以自行 我照片 正方一邊 便會 靠著一字 我便會 因為公園 發電話 但 拍攝 很消耗 主持人 停滑下去,大家好,刚刚对于老方转变所说的那一刻,因为我会的方向停下来,因为无人讨论是很需要的,刚刚又说,另外对于, 其实,对于老方转变所说的,所以接下来的罗车,其实有没有法律,其实都没有用,因为你报警,所以都需要时间去处理,其实你报警都没有用,都没有用的,事实上, 事实上,梳理可以做,梳理的状况可以做,可以分成两个事,分成是逃手人和被逃手人,首先对作出逃手的人来说,龙胆和成本都在说这有很多,现在住在附近的居民,他们想逃手,但是逃手不得, 因为他们不是所谓的场地,事实在路过,行人说有促乱投诉,但是面对反复的成绩和发力,但有时能打电话投诉,也等人来两分配合,之后,从上庭作证, 恐白苦哥,你和公职有心无力,所以如果我们修完理之后,投诉我们可以快、狠准,只需要你打电话,投诉证人方面,无论是居民, 要派住手为公园的公民署职员都可以去做,至于上庭的东西,也可以由公民署的职员去带路, 市民不迫要花肥太多的时间,就可以环境一个安静、宁静的环境, 到底是怎么办呢 我想问刚刚有关公民署,我方准备刚刚那段话的前线, 那么有些集法的云环境,他们是发力机场, 他们在占为占捻缘红,如果不是,那我解释,如果是的话,我想问, 缺乏发力机场的前提下,如果不收你前线的集法人, 為何要去執法呢? 最後,另外,對於未逃走一方來說 都行性的大量提高了一條年語意見 大家在前面都說過 他們的半層樓全部都是在那邊 搬上的眼罷來打上出來的 否則他們的收入不庇 但以致最高販款是稍微2000元來說 對他們來說都是自有邊省一個 不過對於如果增加販款 我們不需要採用地最積販款 例如第一次販款我們會販款到1000元 第二次增加到2000元 第三次增加到2000元 最高我們可以販款到1萬元 如果一個月有10天被販款 販款販款到7萬8千元 如果有30天被販款 就會販款到27萬8千元 下一張販款就要販款 販款販款和販款 這幫大媽自然會販款 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 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 如果不收入我們 我們怎樣可以方便少同學 到施養 又可以定化得更加狀態呢 那比上你是那幫大媽 人家又如何投訴 人家又投訴不到你 就算投訴得到 他們的成分有不同不同的 那你們又不會那麼容易 放棄這幫高手的工作 致黃 平安主!大家好! 大家好,今天關於JV一閒進來就要跟我們說了 因為投訴數字是足夠的 又跟我們說要擴大投訴人 去達到成功的問題 其實我不明白,因為我們已經有投訴的時候 不明白為何還要擴大,不過不要緊 有本堂不動的,改立場是不要緊的 我可以跟你說回,半年入面的時候 340點鐘,從來都不是因為投訴數字不夠 當時有本堂在公併的時候承認了 因為他要減化影響程序 做不到三次,有本堂在公併中式的程序 本來做不到的 想想一下,我們可以罰2000元 但我要投訴三次,同一個投訴人投訴三次 因為有同一個標準是10000元,35115 同一個投訴人,投訴一個人15次 連續這樣做,根本是一千方夜談 但不到右方的理處 有本堂又跟我們說了,執法的問題 其實今天不法例 你們有沒有附予他們執法例 其實不是 不是因為他沒有權力去做的 而是因為不夠人 可能因為他本身就不夠人 我算給這條理學捉到人的本職 今天為什麼我們打電話過去 我們搬職員 再找他們執法職員的情況下 根本已經很延遲 因為我已經走了 捉不到人,捉不到人 根本就不是修理可以解決到 我們今天要做的很多增強人手 我不知道有何從不同意 然後呢,其實今天有本職員說 說今天沒有證人 那怎麼辦呢? 其實今天是本學詞看錯了 因為無所不夠捉不到人 因為人是用上庭狀正的 因為我操作不到三次 我捉不到人的時候 因為我有證人都沒有用 因為是上庭狀正的 在科文署執法人員的用手編制 我看見警方應該在噪音 拍電影監獄巡邏 既然有很多師承擁 用一男子的措施去推管噪音 那我只要兩個 在文文中的措施裏 收藝才是最具適合呢? 其實要了解現時的執法分難 需要才知道 遇到噪音時的執法成果是怎樣 反而可以原來知音表示 現時執法人員收到 有人數噪音之療後 如果發現情況屬失 要先作警告 第二次就在口頭警告 假如有些人是呂血不剃 警方便會從一個投訴人連續 投訴三次後 考慮了出檢控行動 不過指導者都可以 還是未過檢控 因為正常幾個月之後 他都會細聲回一陣 不過半個小時後 又撥一下服務 到這個時候 可能是沒有人去投訴 不是同一個人 所以要再重複投訴三次 才做到檢控 所以才會看到 過去三年後兩宗 五十多檢控數字 和投訴數字 三百四十二張 完成正比 不過今天不是說收藝完全無效 但收藝人在對決 現時情況的最大費用的時候 又怎會是最有效的方法呢 感謝各位 多謝 採訪中奠採achten uded樣子 十三十五秒 沒有過時 收藝人在家 現在有三十三秒 第一 再到台時發言 兩十四百多年 就給他起司服 計算 主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缺乏法律基础的前排下 不修例前线的人员是无法施法的 投诉两方鸿汉提到 唐宋三次很麻烦 所以才无法检控 有三百多宗的唐宋案中 是否没有重复呢 有方无论性 我方看到的事实就是 7月6日 今天有大批市民不靠麻烦 上街游行 事实是邻人的居民 无资格成为投诉人 举证人 令到检控程序无法完成 在一些噪音的集中地 例如屯门公园出名 噪音之要非常严重 虽然投诉最低 但成功检控的个案只有一两宗 市民一般都可能被一个研磨 难以取消投诉 所以最后都不能成功投诉 有可能会否投影电池的 重音集中 能够成功投诉的数字 不只因为电池警察 投诉的时候 获得彭谷 其实现在受到重音之要的 居民如果想投诉 特别需要在街上 入到公园才能成为场地 使用者并进行投诉 而且投诉后 居民需要继续跟进 需要继续跟进 等康民署的职员到场 两个分配拍片 甚至要上庭装职 对于旁边的香港人 都会觉得非常麻烦 但如果我们身为 另一群人都可以进行投诉 居民就不用到街上的公园 都可以投诉 一旁都可以由公园 继续上庭作成 不需要居民亲自上庭 方便有很多 还有更多的事物 可以成功投诉 像是在以前的公园 不代不可以使用人 甚至并不可以有效 可以解除问题 正因为对于公园的人 就有其使用 就算是否太大 如果没有人投诉的话 除了我们国安 也都不可以做出门 或者报告 就算成功投诉 也都很足够的组合作用 所以我们要参考不同的地方 组合采用大进式负款 例如在美国 对于玩个网络时 看手机的行人 出现负款 出发的严重性是大进式的 玩玩手机的行人 但毕竟拆足到 初发的负款是15至35美元 再发的网络是35至75美元 第三次发的负款是75至99美元 在这些幼座的低头 射出国行为的严重性 去促使他们的感染 严重负款 例如香港外来开车 增加负款之后 外来开车的数字下降 尤其证明 整理直播方是可行的 有方和有方 认加他 会令到哪个人的行为 来到他们来来 多谢各位 射方第二座便 造年时间是3分13个月 到过时 独想透分 结合成反方 第二座便 在前晚 射方便 发年时间 柳子先 去赤士 回避 当然 剛才有一個人跟他們說 這次市民都願意作為三次投訴 但如果有一個人願意作為三次投訴的話 那為甚麼電房間認識在洋中的檢控方案呢 竟然有一個人我解釋不了 還有就是這個問題 這條問題就認為市民投訴了一次 那些司法員直接下街 見到那個人做不公署的問題 就可以直接作證發傳染給他 但我先不說 那些人見到你走過來就走路 現在說的就是人受不足的問題 現在康文聰施說 聽前線的情況是100% 全部都是惡辱員工 而惡農剛剛就是沒有執法 他們就是沒有這個執法的權利 就是他們見到原來有人做朋友錯誤的問題 就是要是叫警察 要是叫警執法員過來 整個投訴的時間這麼漁場的時候 會不會錯失了一些守證機會呢 有惡農政樓 你屯門公園衛生關注了 也就託你講 現在惡農的問題 你都不夠有執法權利的警察處理的時候 因為原來今天加上他執法 加上他執法的效率 正在文質正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正在康文聰施說 又有什麼形容呢 再說今天康文聰施說 原來他先在康語 後警告再警告 後警告再警告的時候 或者他不是馬上見到那個人 就會做到警告的時候 整個警告的程序這麼湧場的時候 因為如果可能正在康文聰施說 他真的可以很有效的警告那個人 即使我給你擴大整個做證人的範圍 原來我都是要經過三個之後才會解決問題 但如果你跟人說 可以加強罰則 擴大做控告和報案員 但這些我方向都認同 即使是這樣的時候 整個通關的時候 這麼湧場的時候 是否正在康文聰施說 公議員措了一個問題 所以可能你的方法 是否我唯一一個能夠解決 這個問題 那一隻有限的方法 而我今天跟你說 我在康文聰施說 能夠解決今天的問題 所以說 其實我今天從來都不是反對修禮的 是修禮成為一難之一 改善措施之一 是因為每個措施都是可以來作用 無論是大作用還是少作用 都是會相配合 問題在今天展示 不是否論一些無居修禮 而是修禮 是否會否這麼多的政策 當中最惠有效 其實這個問題 背後意味著的是 我們要了解以前 最大的執法困難是甚麼 如果有方法 可以堵塞這個最大的流行 那個方法就是相對上最惠有效 沒錯 可否成為報案員 恐慌成績 恐慌正面的資格 的確是否很方便 其他人都可以報案和助攻 但這件事的問題 不准有沒有資格投訴 只是沒有資格作證人 而是沒有資格作證人 而是第一 檢控程序很煩惡 令人頭上卻步 而通關時間的工場 只要者都離開 三次 或者是適時走位 避免加管 這些就是現況之下最大的敗病 是修禮一個都對應不到 例如說 只要者由團門公園 稍移開到西洁省空地 或者好像桃關華 河深公園的情況 因此把楊世奇放在公園外面 再拉承入公園場 就已經離開了整個 修禮師門的範圍 事務員很放心 收拼什麼 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各位 謝謝各位 但當第二部電發言時間 是三分零四秒 沒有過時 沒有需靠分 現在轉入公園 現身公園有三分鐘 發言時間 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盡 本人會宣布另一方 停言時間 當公園場發出一位 或多委員員發言 不會委員員 必須於本環式發言 如果環式體出事 在場人士發言 有辯員長尾發言 各位 辯員所追加方 都會被每位 批判拆除本方 請問三方 有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由五兩環式正式開始 請正方派出一位 辯員首先發言 如果不收禮 還可以幫助市民 和老師來傳承 同時可以令法律 對 正確的狀態 有分別的問題 很準確 現在會不會過高 有分別的問題 不準確 過高 是基於證人做什麼過高 我整天都會選擇 才會選擇 才會選擇 我整天都會選擇 有分別的方法 可以解決到你所說 真發言 你走 我告訴你 你老實這件事 是因為做正 又發言不夠大 而是做正 在外國債 所以已經有三萬多 我同時光燈 為何我只能量裝 有分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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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無法選擇 所以說的是最良好 有分別的方法 我只能給我整個一本 我只是假髮整個檢控的幹證 讓你投訴一次或者兩次 我就已經可以立案 這是假髮少了 但是你考出 但是有分別的方法 有分別的方法 但有分別的方法 有分別的方法 可以規定一邊的最大的健康 有分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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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解決 因為加強寫歌 讓你知道 其實有一個經常寫歌 讓你知道 會有客人 會不敢再 在這裏唱歌 我不是更加健康 有分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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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都分別的方法 但是就算他有分別的方法 如果倒犯了 即是不能够執法 不能够矩 即是同樣都不能够矩 所以可能我方向你贊成你的方法題下 即是剛才我中間贊成的方法都很差 那我想問一下方法後 你如何論述你的所謂在方法是最為有效的一部分 因為戰略基礎最重要的方法也都說到 要三次的警告才能夠採取警告 有一個方法的分別 就是你所說 如果我們降低舉證人的標準 便能夠採取三次的成功 最後成功的警告 這個問題是你身體能夠採取不上 不能採取不上 這個問題是你身體能夠採取不上法 今天收益條件 今天人家人手 不是假的 其實都是沒有 對 你不要說了 沒有說不假人手 沒有說不假髮 第一件事你問到方法律師 已經問過了 假髮條件是何可以通過修理規定 你方向我今天有很多承認男髮機 最重要的 但今天問題就是 我沒有錯 我可以拘捕他回答問題 在告別前我根本都投訴 我投訴的則根本都檢控不到 今天可以檢控 但今天有三次的狀況 根本我根本就檢控不到 這有西方的問題所在 保問有何跟我們說三次 收益可不可以規定跟基金最大 即檢控 你方說我不行 為何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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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投訴三次 甚至香港署都說要投訴三次之後 才能夠立案處理 有可能我們怎麼看 有錯 就是要進行修禮 修禮和法例 規定一精神除男子兼務 那可能換政不到 為何不可以進行修禮 改內的程序 但我必須要改修禮 那我跟妳說的是 原來在任何案子 有不同的狀態 如果他用不難究 或是沒有了效性的話 他任何法例都沒有 有可能的 那不同的狀態 我們都會解釋 為何修禮是最有害的方法 因為法律基賽最重要 他要成功 證明修禮 降低這個門 才能夠做成功 我從來沒有見過 你降到門 因為即使你比多了 人的投訴 為何都是要投訴三次 那麼多人都問你投訴三次 看不卻步的時候 你修禮不能夠解決 多了人投訴 投訴三次是否容易了 普通 因為你一樣 這件事是做不到 因為投訴三次 他們都突然同樣的投訴 普通為何解決 有何答案是否 普通說 普通說 你今天給多單投訴 同事各單人的五行程序 那是否更加 讓你整理一下 這件事 普通說 我同意要多個齊 因為任何都成的 原來我覺得 都真的受到三次 檢控二座 因此 檢控二座 因此 修禮是重的 普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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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公衆 auditor 這件事是 若 بال拱策 非常便宜 隨便需要 報告 你說 有何必要 可能ixed 都檢控到這群人 在這樣的前提下 問你家庭特質和有效檢控 又說得很奇怪 我收了一套法律 最後即使收藏不到法律 都不敢用 就是我不知道你收這套法律 我用手複法律 你用手複法律 從沒有手複法律來說 是你承認的 如果收藏了一套冷冊 三次的影響是容易做 就是不妨礙了一套 同一套的承認過 我需要不需要擁抱承認 你為什麼會死在背後 是有一個不妨礙的 但是很多次 今天有一套狼承認過 你這種程序 我的手複法律 原來是能夠互相承認過你 我用手複法律三次 今天我們增強特質 是不是更加有效基盤 我承認的 要兩套一齊做的時候 才是一個最重要的方法 可以都很快地說 如果控制我幫你兩個方案的時候 你的手複法律有用 沒錯 所以我和你講的是最有效 我用手複法律問你三次 今天增強特質 是不是更加有效規律呢 我用手複法律不回答 我當你承認 即是他用手複法律認過 原來跟增強特質 很多人收複法律認過 我都說你 我現在收複法律認過 我現在收複法律認過 為什麼會令你更快容易了 收複法律認過 收複法律認過 我已經說過了 我今天做到的就是 擴大了很多人去投訴 今天呢 其實今天 人家都去下去投訴 今天都投訴不到 就是明明是今天 三次才是最大的問題 今天其實你擴大了 都沒有出來 今天都投訴不到 反正我們做了所有孩子的時間 現在四月通事 也有時間 都是這樣 我們現在也有時間 各位 都跟大家說 原來我今天講到 他正常用門拿 而且他有一個 執著三次的時間 他做到 即是他喝完水的運動 都做到 好他就做到下一個 因為我們這情況 其他方法 可以同時做 要你喝完 避免不到 他都跟大家說 他見到你 他就走到這些問題 有一個自己的無法解決 我跟你說 在相對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出出不同的規例 甚至改令他們 可以做法律認 然後它就是 你做法律認 你都在乎 他都在乎 你都在乎 要留心 那些人 又在乎 你都在乎 做法律認 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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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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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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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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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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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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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